如果是恒指在明年,即是2022年 你如何看待高低位是否有大概的预测呢? 有,高低位是12月9日 就是27,500点 主要来说就是 我们第一要在明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 消化了科技股 科技股要走的 如果科技股不走的 大市你都不用想 因为刚才说过 你只是科技股的比重都占恒指三成 你不移动的话 恒指移动就有个泡 所以第一,科技的监管要有个消化 第二,股值低就会有个追适的空间 第三,盈利都是稳健增长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27,500点 好,反过来 其实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一年恒指的波幅 小则6,000 多则像今年那样就8,000 所以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是对的话 明年最高位是27,500 又或者坊间所说,平均这个数28,000 你减6,000 其实低位就是22,000 如果你减8,000 就是20,000 所以很坦白说 现在做了23,000 我也觉得 或者会有点担心 下年会有一个位置低 甚至乎会低过去年三月份的低位 就是21,139 有没有可能 国企指数已经穿了 所以我又觉得 纯粹用这个不是很科学化 我们只是计数计的上限出来 减6,000至8,000 是真的有机会是2,000至2,200,000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 港股已死了 我建2,200,000 我觉得OK 如果是2,200,000 就是以死 那就是以死 OK 也死了 那下年就快步復活了 我又不算是 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很开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说的位置 大概是21,000至21,500 你减6,000左右 就是我们的预测